當時這部大貨車眼看就要撞上超商 正好有一名顧客往外走 真是讓人捏冷汗 停下來他自己跑 我就把他轉到那個 去撞那個電線桿 其實當時大貨車已經撞了兩部汽車 一路要衝過來 這名超商顧客還沒有警覺 直到走出去 看到大貨車又撞了三部汽車 才知道原來大貨車已經失控 如果上車然後踩著那個煞車 大概沒有效 其實這部大貨車原本車上沒有人 怎麼知道會突然動起來 駕駛回頭看下一跳 立刻衝回駕駛座 瘋狂打方向盤 車子還是不聽使慣 因為沒有發動引擎 所以根本要煞車也煞不住 所以一連撞了三部機車 兩輛汽車 所有人都嚇壞了 怎麼好好的 無人大貨車會突然往前開 原來是駕駛忘了拉手煞車 這個車子送過來嘛 走的先生啊 先車上啊 趕快上車給他做轉彎 美拉手煞車煞火 撞回三部機車兩輛汽車 幸好沒有撞進超商 也沒有人受傷 否則後果難以想像 既成木櫃彰化 採訪報導